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公车正行驶在路上 但车门却是打开的 伴随警示声响起让人捏一把冷汗 基隆这辆204号公车在17号早上7点16分左右 行经东信国小时车门突然打开 当时正值民众通勤的尖锋时段 车内还有部分乘客站着 驾驶开了三站到基隆女中站 才让乘客下车转搭下一班公车 而民众就坐在车门的后方拍下这一幕 直呼真的太危险 公车处研判有乘客不小心碰到公车的紧急开关按钮 电脑判断错误这才让车门打开 并表示市府在8月请监共购入了4辆同车型的中古公车 目前已经全面停驶并进场检修 要找出电脑判读错误的原因